说一说苏州发生的日本人受伤的这个事吧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华人啊 也有资格去聊聊这个事嘛 对吧 因为毕竟我也生活在国内啊 这两天我在日本 这个事说实话我是怎么知道的啊 我是在日本的这个酒店的大厅 那天我跟这篇的几个卑博客正聊天呢 我一抬头啊 看到这个酒店的电视里在播 我听不懂日语啊 但我中国苏州两个字我能看懂 然后后面什么什么日本人 我还以为是什么别的事呢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前台 前台就跟我说啊 这个事有人在那被刺伤了 那在日本这边是已经 很多电视台都已经报道了啊 所以说我是第一时间在日本知道这个事 那后来我又看了咱们这边警方的通报啊 大概说就是说有一个无业游民啊 外地来的 然后呢把这两个人啊 日本人呢给刺伤了 那具体是不是因为啊 仇外不知道啊 然后呢还有一个见义勇为的中国人也刺伤了 那结合前几天提林的那个事 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事没有什么不能聊的 对吧 那既然我们决定啊 对外加速开放啊 更希望外国的旅客更多的来中国 那么就要切实的面对这个事 很多朋友喜欢在网上冷嘲热讽一些问题 但是没必要 首先啊 这种治安案件啊 在全世界每天各地都是 那你比如说在美国 每天其实也都有华裔被抢劫 也都有华裔被伤害 对吧 那也没阻挡中国人去那儿嘛 当然你不能拿中国跟美国的这个治安比嘛 我只是说人太多 基本盘太大 每天呢 这种治安案件都会比较多啊 这个我猜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啊 排外产生的 但我感觉啊 是不是有可能也是一个偶发事件呢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是说 其实随着外国人进中国来旅游的越来越多 这种事肯定会发生 你不可能说外国游客进来了 没有病没有灾 这是不可能的 我告诉你啊 治安案件会发生 大家都会发生 包括这个争吵会发生 甚至有人突发疾病 住院死到你这儿 这种事都会发生 这是所有国家在外来游客多的时候 一定会面临的问题 对吧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正常的面对这些事 你不能说进来一个人 这老外出点事 你就不敢面对了 对吧 我看网上很多人就赶紧出来 就冷嘲热讽 这没必要啊 这两次的事 大家还是要往正面看 比如说这两次的事 上次在吉林 这次在这个苏州 都有当地的民众啊 这个挺身而出啊 还跟这个歹徒搏斗 据说都是出来见义勇为的 然后还被刺伤了 那这说明什么呢 其实这说明啊 大量的咱们国内的民众啊 还是有一腔热血的 还是希望这个外国的朋友 来中国生活 或者来中国玩的啊 这个都是肯定的啊 其三呢 我还看很多人有人说 说哎呀 你看人家的这个使馆都发通告了啊 让本国的侨民注意安全 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正常操作 因为毕竟出了这样的事嘛 你比如说经常有华人 或者有中国人啊 在美国被抢劫了啊 在美国这个这个被打了 那咱们的使馆不也发通报吗 对吧 那美国人也没觉得有啥 因为这种事情 那那美国他就是个移民国家 你想想你有多少华人 你有六百万华人 这合法的 加上非法的 上千万了 那这么多人哪天不出点事 对不对 咱们就 你想想一个上千万人的城市 那在国内呢 差不多是郑州的这个体量了 武汉的这个体量了 那你想这个体量的城市 哪天他不出点治安事件 哪天他不死点人啊 哪天他不喝酒喝死的 得病吐死的 那那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事呢 每个城市每天都有 所以说只要随着你这个想开放 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 既然啊 做好开放的准备了 既然欢迎这个外国人来的准备了 那么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开放一点面对 没什么 只是说啊 现在咱们国内啊 我觉得对这种事情 还是说太敏感 就是我个人觉得 中国的治安啊 没有必要去诟病 因为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安全的 这个国家之一啊 这个大家都有看到啊 我感觉跟日本啊 这些都差不多属于一个治安级别的 但是呢 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呢 国外媒体肯定会冷嘲热讽 但是不要在乎他们冷嘲热讽 我觉得不能因为这种事情啊 大家去过分的感觉好像就害怕 外媒说什么 对吧 反而就在网上就不提这个事 没有必要 我觉得这种事情拿着给大家说 其实一点事也没有 这种事情你总要面对呢 既然晚面对不如早面对 对吧 你把这个东西的思想工作做了以后 大家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了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 大家就能想明白了嘛 对吧 那还有一点呢 我想说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你不管这两起事件啊 是不是针对外国人的 专门针对外国人的事件 因为我也是一个华人 我也生活在中国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 那是不是现在有这么一批人在网上在挑动这些情绪啊 在挑动这些仇恨 对吧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无业的这种游民三低人士也都比较多 那如果这帮人被挑动起来以后 那会不会造成对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 那如果是有的话 那这帮人是被谁挑起来的 那网上是不是有一批人在天天的往这方面宣传 如果有这些人往这方面宣传的话 我觉得是不是该管一管啊 是不是不能再由着别人天天的这么做了 为了博流量啊 为了博爱国啊 为了挣钱做出一个特别博人眼球的举动 或者以爱国为名义 把国外就说的一无是处 这种事是不是应该杜绝一下 稍微容许一些客观一点的视频播出来 对吧 如果再这么下去 那这种事情那会不会再发生 那你可以一次性 比如说咱们说这次是偶发事件 那次是偶发事件 那会不会是每一次都是偶发事件 他总有这种稍微极端一点人吧 对吧 那这个事我觉得大家没有揣着比较装糊涂 那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这个地方变得更好啊 而且我相信那些群众在挺身而出的时候 也是希望自己的家乡变得更好啊 也是希望外国的游客更多来一点啊 才这样做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外国游客来这儿是带来的什么 带来的外汇啊 我这几天在京都我看着大街小样的这个外国人 说实话我都眼馋 那差不多你走30秒 你看不到一个外国人你都觉得不习惯 日本的实体店的真的缺翻了 那真的是直接赚的就是美元 那说白了我也是在洛阳长大的人 我是洛阳人啊 那我在京都看着京都的旅游这么火爆 看着这么多老外来京都消费 那你要知道京都为啥他这么火爆啊 他是靠着谁的名头啊 他是靠着唐洛阳的名头啊 当然我对京都这个城市没有任何的恶感啊 而且相反来说这个感觉非常的好 毕竟是他替洛阳保留下来了这么多 当时唐代时期的风貌嘛 可是你毕竟看着人家日本人 因为这个事情赚的盆满钵满的 拿着你的名头 你还是觉得 我不是说不希望日本人赚这个钱 我是希望咱中国人也能把这钱赚了 真是着急啊兄弟们 就是我知道很多人说 日本经济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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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你老百姓没关系 人家老百姓从这些外国游客的手里赚到钱了 人家京都本地的这些店 赚的盆满钵满 这就够了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 就这个是关键 兄弟们 日本的旅游现在在创新高 我就是说 这是我现在看到的东西 所以说你看啊 咱们也看到了这一点 就网上线有的时候 这些力气确实太大了 很多人说张思敬经常 你为什么在网上阴阳怪气 你在讽刺什么 我没有阴阳怪气 我没法好好说话 我怎么好好说话 你们在网上有一个算一个 你们有些人 你们敢好好说话吗 那些网民不骂死你啊 对吧 那为什么力气会变得这么大呢 不就是因为这些人在网上伸风点火吗 所以说 我是真的希望国家的旅游业变好 国家多赚外汇 我才做出这么一个视频 但如果是朋友们觉得我做这个视频 借着这个事做着这个视频 觉得我是在带节奏 那就当我没说 希望这种事也被大家正确的看待 中国依旧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我也希望这种事情尽量少的发生 好吧那行这期跟大家做到这 以后有什么话题再跟大家说 这期聊到这 大家拜拜